心无止境 文达天下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美国中文电台 新闻快车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7月22号星期一 我是主持人小芳 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今天节目主要内容有 旧金山民主党站台贺锦丽 圣和赛成为加州首个允许出售ADU的城市 贺锦丽获拜登背书启动竞选活动 不到24小时在线募捐突破9000万 马斯克宣布将用人形机器人造车 中国央行下调短期和长期利率10个基点 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作为习近平特别代表 出席巴黎奥运会开幕式 马克龙视察奥运村 法内政部长说 以色列选手将在奥运期间受到24小时保护 克罗地亚一家疗养院 有枪手闯入 6人被枪杀 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一起来关注湾区新闻 本台消息 旧金山民主党在风云变换的一天 表达支持副总统贺锦丽 并在7月22号集会以行动为其站台 民主党旧金山党团汤小慧发表声明称 7月21号对旧金山民主党人来说 是风云变换的一天 首先拜登总统退选 之后她转而支持副总统贺锦丽 而旧金山民主党正在为市长竞选 进行支持动员 声明表示贺锦丽的政治生涯始于旧金山 当时她是地区检察官 且是开创先河的先驱 在民主的最高层展示了女性的领导力 她领导了声誉自由 是投票权立法的坚定捍卫者 是枪支改革和保护家庭暴力和性侵犯幸存者的倡导者 也是美国海外安全利益的有力倡导者 唐晓慧在声明中称 对于我们旧金山民主党人来说 工作现在就开始了 本来记者天侠7月22号旧金山报道 加州州长纽森公开支持副总统贺锦丽 担任总统候选人 此举粉碎了纽森在2024年担任总统的所有可能性 纽森周日下午发推文称副总统贺锦丽出生于奥克兰 在伯克利长大 她坚强无畏坚韧 并表示没有人比她更善于引导国家走向更健康的方向 哈里斯还获得了其他大派人物的支持 包括前总统兼国务卿比尔和希拉里·克林顿 以及国会黑人核心小组 本台记者天侠7月22号旧金山总和报道 旧金山在疫情后的复苏之路一直很坎坷 但为了建设更好的旧金山湾区 并让城市恢复生机 主政者正在街头寻找解决方案 劣质文是夜市可以作为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蓝图 据ABC地方新闻7号台的消息 旧金山列指纹区的克莱门特节 周六晚举办了第二次夏季夜市 除了欢呼和美食之外 组织者表示这是振兴之路 本台记者天侠7月22号东湾总和报道 加州圣和赛是该州第一个允许出售后院附属住宅单元ADU的城市 这将是缓解住房困难的第一步 附属住宅单元一直以来都是筹集资金或帮助亲戚的一种方式 现在他们可以帮助人们住进负担的起房屋的新方式 2024年1月份加州通过的新法允许将ADU与主屋分开出售 继续来关注美国新闻 7月21号下午总统拜登在社交品媒体X上突然宣布 他将退出今年的总统选战 宣布他不再寻求连任了 这是几十年来首次有现任总统放弃竞选连任 1968年约翰逊总统曾决定不寻求第二个完整任期 直到7月20号晚上 拜登仍然计划继续竞选 并向幕僚发出了全力向前的信息 美东时间7月21号下午1点45分左右 风云突变 拜登告知竞选团队高级幕僚 他已经改变主意 1点46分他就在X平台上发出了退选声明 7月21号下午总统拜登突然宣布退选后 很快宣布全力支持副总统贺锦丽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21号下午贺锦丽启动竞选总统活动后不到24小时 小额捐赠者的捐款已突破9000万美元 民主党在线筹款平台Actbrew上的数据显示 周日该平台处理了超过6600万元的民主党竞选捐款 22号周一又帮助筹集了2400万元 在最近的六次民意调查中 特朗普的平均支持率为48% 贺锦丽的平均支持率为47% 差距很小 国安部长马约卡斯周日宣布将成立一个安全委员会 就对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 7月13号的遇刺未遂事件展开独立调查 这项调查预计持续45天 安全委员会由两党人士组成 马约卡斯承诺将查明遇刺事件的前因后果 还承诺特勤局会在未来对国家领导人的安保措施中做出改变 上周五 微软全球技术故障导致大量航班延误 全国各地机场的旅客滞留 周一 美国仍有数百个航班被取消 以达美航空为代表的航空公司 正在努力恢复正常运营 截止周一上午 进出美国的800多个航班被取消 1500多个航班被延误 据悉 当机造成的损失可能超过10亿元 但目前还不清楚受影响的客户是否会得到补偿 以及如何得到补偿 特斯拉CEO马斯克周一表示 特斯拉将投入生产人形机器人 并计划明年先在公司内部使用 然后在2026年为其他公司生产 马斯克希望机器人能够帮助更高效的生产汽车 完成更复杂的任务 并减少劳动力短缺的问题 马斯克还表示这款名为Optimus的人形机器人 将首先进行小批量生产 目标是在2026年大批量生产这种机器人 公司希望机器人的价格低于2万元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节目 我是萧芳 下面继续关注中国新闻 中国央行 中国人民银行 22号宣布下调常备借贷便利利率 各期限都下调10个基点 隔夜7天一个月分别下调至2.55厘 2.75厘和3.05厘 人行较早时先后下调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 一年期及五年期以上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同样下调10个基点 同一天人民银行还公布 为进一步加强逆周期调节 加大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 即日起公开市场7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 由1.8厘调整为1.7厘 路透社认为 中国降息超出市场预期 并引述专家的话称 中国央行比美联储先降息 反映出中国政府承认经济面临下滑的压力 本台消息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22号在天津调研时说 要抓住改革契机 用好大规模设备更新等政策 大力支持企业推广人工智能创新应用 让更多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及产品竞相涌现 要创新运用融资租赁等金融工具 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发展 另据消息 中国全国政协在北京召开2024年上半年 宏观经济形势分析座谈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在会上说 人民政协要将学习贯彻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作为重大政治任务 他说要落实中共中央关于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 做好稳定预期凝聚共识的工作 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 助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本台消息 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 22日在北京与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 董事会代表团见面 介绍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决定 王毅指出 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有原则有方向的 总目标是继续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任何改变中国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企图都是徒劳 当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也会见了该代表团 中国和菲律宾 22日就飞方向南沙群岛仁爱礁坐摊军舰补给问题 达成临时性安排 中方表示 如需对舰上居住人员提供生活物资补给 在事先向中方通报并经现场核查后 中方将允许飞方实施运捕 并会全过程予以监控 菲律宾外交部表示 有关需在补给前事先通知中方 及现场确认的说法并不准确 将继续维护在南海的权利 飞方反对需要就军舰补给行动提前通知中方 这与中方达成的临时安排并未改变这一点 本台消息 中国外交部22日表示 中方决定取消对美国卫讯公司的反制措施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被问到 有消息指出 受到中方制裁的美国卫讯公司 正寻求与中方有关企业开展商业合作 毛宁回应说 中方依据反外国制裁法等相关法律 鉴于采取反制措施所依据的情形发生变化 决定取消对卫讯公司的反制措施 今年1月 由于美国对台军售 并以各种借口制裁中国企业和个人 中国对卫讯公司等5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措施包括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 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 禁止中国境内组织个人与其进行交易合作等活动 中国外交部22号宣布 因东道主法国和国际奥委会邀请 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作为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别代表 前往法国出席奥运开幕式等活动 外交部同一天还宣布 乌克兰外长库列巴将于23号起一连四天访问中国 乌克兰说 会谈将重点讨论如何结束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 以及中国在达成解决方案过程中可能发挥的作用 以下时间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 本台消息 巴黎奥运将于26号开幕 各国代表团陆续入驻奥运村 法国总统马克龙22号在视察奥运村时表示 巴黎已经准备好 会在整个奥运会期间做好准备 距离巴黎上次举办奥运已经有100年了 马克龙说 法国多年来一直为奥运做准备 现在处于决定性的一星期 这是一个大量工作的成果 也深刻地改变了法国 特别是奥运村所在的塞纳圣诞尼地区 马克龙呼吁在奥运期间实现全球休战 法国也以动员和部署警力 为保障奥运开幕式和全部比赛做好准备 本台消息 对于有极左翼政党议员表明不欢迎以色列奥运代表团到巴黎 法国外长塞儒尔内22号强调欢迎以色列运动员参加巴黎奥运 法国内政部长达尔玛宁说 以色列选手将在奥运期间受到24小时保护 教皇方济各21号表示 希望巴黎奥运会和残奥会 为战争国家提供一个尊重古希腊传统的机会 在奥运会期间停战 据美联社报道 方济各在圣彼得广场的三中经祈祷中说 根据古代传统 希望奥运会成为停战的契机 展现对和平的真诚意愿 美日韩三国防长将于28号在日本聚首 共商将三边安全合作制度化 以及应对朝鲜核岛威胁等方案 同时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将同日本外相上川杨子 举行双边会谈 努力推动美国总统拜登所说的联盟的历史及升级 日本外务省28号表示 所谓的二加二会谈将涉及延伸震慑 这一术语用于描述美国承诺 使用其核武力量和常规力量 威慑对盟国的攻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日期间 还将与日本外相上川杨子举行双边会谈 美国防长奥斯丁也将与日本和韩国防长 举行三方会谈 东京和华盛顿在4月宣布了一系列 加强两国关系的举措 拜登称这是自1951年 首次签署的美日同盟以来 最重要的一次升级 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22号表示 非方在领土争端中的立场和原则 无法让步不能动摇 但会继续想方设法缓和紧张局势 他当天在国会发表国庆咨问时说 在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下 通过适当外交渠道及机制 仍是解决争端的唯一可接受手段 小马克思发表这番言论前 中国和菲律宾就非方向南海人爱交 坐贪军舰补给问题 达成临时安排 中方表示如果非方要对舰上人员 提供生活物资补给 在事先通报病经核查后 中方将容许非方运补 并会全程监控 不过非方表示 有关补给前要事先通知中方的说法 并不准确 菲律宾询问者报 22号的消息 菲律宾和越南正在商讨 于8月举行首次海岸警卫队联合演习 此刻两国正在探索解决相互重叠的主权主张的方法 同时应对中国在南海日以咄咄逼人的行动 据菲律宾询问者报引述外交消息人士 越南海岸警卫队的一艘2400吨级船 将于8月5号到9号在马尼拉进行友好访问 并与菲律宾的海岸警卫队进行一系列接触 菲律宾和越南都是南海主权声索国 文莱、马来西亚和台湾也声索对南海拥有主权 本台消息 孟加拉最高法院裁定大幅削减公务员职位配额后 发起示威的学生组织领袖 22号呼吁暂停抗议活动48小时 声称被变异警察殴打受伤 正接受治疗的领袖纳希德表示 虽然他们发起这场改革运动 但不希望以如此多鲜血、杀戮、生命和财产损失为代价 他要求政府取消消禁、恢复互联网通讯 并停止针对学生示威者 以大学生为主的民众 不满在原有的配额制下 特定族群或保留一半以上的公务员职位 当中三成给予退伍军人的子女 学生们批评这样的措施只是让校中总理哈希娜的人受惠 示威演变成警民冲突 当局实施宵禁 法新社报道至少163人在冲突中死亡 包括几名警员 警方表示目前已有超过500人被捕 克罗地亚一家疗养院22号有枪手闯入 6人被枪杀 包括枪手的母亲 另有多人受伤 当地传媒报道 疑犯1973年出生是退伍军人 失袭后逃离现场 其后被警方拘捕 警方说枪手的母亲在疗养院里住了10年 但警方没有说明枪手的犯案动机 克罗地亚总理普莲科维奇对事件表示震惊 谴责枪手的可怕行为 南韩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前日传召第一夫人金建西 就她涉嫌操控股价及违反反贪法 收受名牌手带等 在第三方场所问话12个小时 但被指先斩后奏 没有提前支会南韩检察总长和大检察厅 直至问话开始10小时后才通报 检察总长黎远时表示 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在第三场所传讯金建西 属于不守原则的行为 他向国民道歉 承诺未来的调查会坚守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 他会听取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的汇报 并采取必要措施 韩联社引述有意见认为 在检方侦办金建西贪污犯 摊摄摊案的过程中 检察总长事实上被跳过 黎远时可能会因为这件事请辞 南韩联合参谋本部22号表示 军方从当天早上六时起 启动对潮扩音喊话 预计持续16个小时至晚上实施 这时南韩军方连续两日全线动员 设在前线的固定式扩音设备向北韩喊话 韩联社报道 喊话内容包括北韩外交官弃朝投函 以及朝军在两韩非军事区北侧一带 进行埋雷工作时 因爆炸事故导致士兵死亡等消息 此举旨旨在传播 在北韩境内不为人知的资讯 以动摇民心 由于北韩21号上午向南韩投放垃圾气球 南韩军方同日下午全面启动对潮扩音喊话 北韩到晚上暂停空飘气球 在俄罗斯与北韩加强往来之际 白俄罗斯外交部22号表示 白俄外长瑞珍科夫23号将前往北韩 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 俄罗斯2022年将白俄当成入侵乌克兰的跳板 欧盟上个月同意以乌克兰战争为由 对白俄祭出新的制裁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 欧盟已对白俄总统卢卡申科的政府 祭出多轮制裁 原因是白俄政府镇压国内抗议 今天新闻节目的最后时间来关注股市行情 标普500上涨59.41点 涨幅1.08% 保收5564.41点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涨127.91点 涨幅0.32% 保收40415.44点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上涨280.63点 涨幅1.58% 保收1807.57点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快撤到节目 由萧芳编辑播报 感谢收听 我们下期再见